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又到了周三茶净祷告会的时间 我们感谢上帝能够使用我们这个平台 服侍众多的弟兄姊妹 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国际教会在北京的肢体 也能够跨省甚至到国外 我们透过我们的APP Lux Mundi APP来服侍大家 也用我们的很多的材料 那我也刚刚从南方服侍回来 那在这段时间的短的行程当中 我们也感谢上帝使用我们 但是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困难跟挑战 我们必须要做好很多的预备 我们可能基督的教会 在这片土地上所面对的困难 可能是这四十多年来最大的 我们也求主联名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教会的牧人 让中国教会的牧人更加警醒 跟羊群在一起 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挑战 好 今天我们讲到那个使徒信经的第六条 第六条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那这句话在其他的两个重要的信经当中 也出现了 就尼西亚信经 阿塔纳修信经都出现 尼西亚信经说 升天坐在父的右边 那个阿塔纳修信经说 升天坐在全能上帝全能父佑 那可见就是说 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 这个描述是非常 在所有的信经当中好像都是被公认的 那这是基于在圣经里面很明确的记载 如果我们回去使徒信传第一章 我们就会看到 耶稣在复活后 他仍然留在这个地上四十之久 在这个四十天当中 他或隐或现 但是他在训练门徒 大家记得 大家记得 就是说基督复活生前 跟复活之前和复活之后 他的教导的重点 有小小的不同 在复活之前 你会看到基督的教导的重点 是在于注重天国之道 天国是什么 他讲了很多的比喻 都是讲天国是什么 但是他复活之后 你看到耶稣基督的教寻的重点 就在于他的本身 也就是天国的中心 就是他自己 如果你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七节 这里说到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 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 很清楚 基督复活之后 他整个教导的中心 就是天国的中心 天国的中心就是基督他自己 然后他又叫门徒宣传这个信息 宣传这个思想 宣传他作为整个教导的中心的信息 给大家听 当时门徒已经闪在了各地 有的回到了加勒利 有的回到了他自己旧的工作当中 但是五旬节的时候 他们再度聚集在耶路撒冷 等候圣灵的降临 这就在使徒信经第一章我们看到的信息 对不对 第二章 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就是基督升天的 曾经前段时间有基督升天日 我们祖父崇拜的时候 也作为一个信息 非常重要的信息 跟大家分享了 那么今天我们要从这个升天这个细节来思考 给到我们的思考 为什么使徒信经会那么重要的 看升天坐在全能复上帝的右边这样的一个教导 那么升天的地点在哪里呢 很清楚就是说 耶稣复活后第四十天 是带着门徒到了伯大尼对面的橄榄身上 门徒们虽然跟他在一起已经有三年之久 并且复活之后呢 又受到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基督的训练 但是他们还是不明白基督真正的使命 这就是在使徒信传第一章第六节让我们看到的 他们就问耶稣基督说 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 你现在就要带领我们做得顺的君王了吗 是不是呢 但是耶稣就否定了他们的看法 但是耶稣也不否认的是 祂是要带领门徒来复兴以色列的国度 但是这个以色列是个属灵的以色列 就是教会 就是天国 所以在橄榄山上 耶稣举手祝福就徐徐的升到天上 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 以后就看不见了 所以门徒们定睛望天的时候 就看到有两个使者出现 对他说 加利利人 你们为什么站在这里望天呢 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 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 使徒信传第一章九到十一节 这是清楚的记载 那么橄榄山在哪里呢 橄榄山是在耶路撒冷的东面 中间隔着一条基伦溪谷 山的东南面 就是我们很著名的一个小村庄 叫伯大尼 就是拉萨路跟他的姐妹 玛达玛利亚居住的那个村庄 那么橄榄山实际上是很高的 橄榄山最高的峰 它有四个峰了 它最高的峰大概有2700米之高 所以它是比这个耶路撒冷的山顶 就是西安山顶还要高出350米以上 所以如果登在橄榄山上 那我是几次在橄榄山上 在很多年前我还记得我一个人晚上 出了这个耶路撒冷的旧城 我酒店住在耶路撒冷了 我就出去就沿着橄榄山上 那当时山上都是那个巴拉斯塔人的村庄 当时年纪比较轻 20多岁 也比较那个吃了包子胆 一个人就赶出去到处走 不过那个黄皮肤在 在那个以色列还是很受欢迎的 所以当时还没有碰到过任何的危险的事情 也两边的人都不会把你怎么样 巴拉斯塔人跟你很友好 以色列人跟你也蛮友好 anyway 就是说你如果登在了这个橄榄山上 你登山失望 你可以看到周边就有一览众三小的这种感觉了 所以耶稣升天的时候就是在橄榄山上 所以当他升天的时候周边的人 特别是围着他的这些门徒 他们都看到了 他们都看到了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他就显明 他的升天的这样一个事实 这样一个事实 在这个圣经当中 升天的这样的事迹 虽然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 我们有点很难理解了 但是你如果看整个圣经的记载 其实不止一个人有升天的经历 比如说在创世纪第五章 就给我们看到有一位先贤以诺 他是没有经过死亡 就被接到天上去了 对不对 他被称只是一个艺人 然后呢 伟大的先知以利亚 列王记下第二章 你就会看到 他也升天而去 对不对 以诺升天的时候 并没有见证人 以利亚升天的时候 有以利沙一个人亲眼的见证 但是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 最少身边有十一个门徒看到了 这就是使徒行转 所清晰的记载 但是我在这里还是要挑战一下 我们传统的一些观念 这些观念未必是错误 但是可能有点偏离的理解 比如说 比如说 那个基督升天的时候 他是不是真的就像我们动画片说的 有一朵云彩 就圣经里面描述的 然后耶稣踩在云上 然后身上出现各种的光环 那我不想怀疑用这种方式 但这种方式通常在我们的童话故事也好 还是小人书也好 连环画也好 还是动画片也好 好像有很大类似 我觉得这些都是用人的理解 人的理解进到了我们基督升天的这个样式里面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 就是我们中间没有人看过到耶稣的升天 唯一的记载是在使徒行转的第一章里面 所清晰的看到的 但是这是圣经的作者让人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 所以那个使徒行转第一章的第九节说了这话 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身上被取上身 有一朵云彩把它接去便看不见他了 对不对 那这次然后又有两个天使出现 然后就问阿加利利人啊 你们为什么举摩望天来 一大堆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你会看到一个清晰的一个图片 但是我还是希望跟大家说到底怎么样的一个细节 我们并不是很清楚 我们并不是很清楚 那么有人可能会挑战不无声论者会挑战耶稣的复活跟升天这些事情了 因为这些事情在他们的理解当中是违背的公理 自然公立的 对不对 因为耶稣升天不就是那个克服了地心引力吗 一个人怎么可能呢 但是你要知道很多事情 其实我常常有一个观点 科学上怀疑的很多事情是 现在科学上并不能够解释的事情 并等不等于这些事情是违背科学 你不要忘记上帝是超越科学 在科学之上的 就像比如说克服地心引力 其实飞机上天 宇宙飞船上天也是克服地心引力了 如果人所造的宇宙飞船都有这个能力 克服地心引力 那么更何况上帝呢 更何况上帝的儿子呢 他要升到天上 克服地心引力 难道是不可能的吗 但是回过来还是要说 耶稣基督升天的这个事实 我们不能够用科学去证明 因为只发生过这一次 没有办法 经后来用科学的方法去验证它 我们只能够相信 我们只能够平行 这就是平行星了 所以门徒们的记载 让我们更加能够有信心 因为不单单在使徒行传当中 有这样的一个记载 后来在保罗书信 我们也看到 譬如说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 到十一节 保罗说什么 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缺席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是荣耀归于父上帝 从荣耀归于父上帝 所以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 不单单有使徒行传当中 路加一生的记载 还有保罗书信当中 圣保罗 我们保罗使徒的记载 那么如何来理解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这句话呢 那耶稣其实他一直盼望 能够回到天家 他是盼望升天的 因为回到天家 升天其实就是回到天家 是回到天父那里去 这里记载说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那就是表示是与天父上帝 父上帝同的荣耀 而这个荣耀就是在创世以前 子上帝 耶稣基督和父上帝 天父他共有的荣耀 如果你看约翰福音一章一节 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五节 我们都会看到这边有明确的记载 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五节 耶稣祷告 耶稣祷告说什么 他说父啊 现在求你使我同你 向荣耀 就是未有世界以前 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很清楚 你看到这里 耶稣是跟天父是同等的 在没有创世之前 上帝 父上帝跟子上帝 是同享荣耀的 而这个时候 基督开始回到天父那里去的时候 他们就是同又重新同享原来的荣耀了 所以马可说 耶稣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九节 保罗也这样说 如果你看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 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 西伯来书十章十二节 都很清楚的记载 我们看一看那个西伯来书十章第十二节 这样写道 但基督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了 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 圣经里面有多处的金融来支持 基督耶稣回到父上帝的右边那里去 那为什么不是左边是右边呢 在西伯来的文化当中 坐在右边是最最荣耀的位置 其实我们不必 我已经讲过 我们很多时候 不管是云才皆瘸 升上去也好 到底耶稣是像火箭一样的 这样的开上去 下面有火棚 还是像哪吒一样的踩着两个火轮 下面是云 还是像上海经里面 或者封城演义里面 我觉得这是人的想象 我们只是因为人的有限的想象力 我们有限的文字的描述力 可以给我们看到有限的理解力 所以我们现在用这种方式 这些方式大家不要忘记都是类比 都是类比 里面真正的信息就是很清楚 耶稣回到天家 去到了上帝 那么右边左边 其实不用去 去去 argue 太深 因为什么呢 就是他就上去跟着父 在父的身边了 其实他就与父在一起 而且大家要打破一个传统的圣像文化的概念 就是我们的理解当中 三位一体就是中间有一个父 右边是那子 左边是圣灵 这样的描述 这是圣像文化给到我们的描述 比如说 基督的后面有个光环 就表示了这是基督耶稣 跟其他人的分别等等 但是我觉得最重的一点就是 耶稣他升天后 他的全能尊贵跟上帝是等同的 所以说他是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在那个斯蒂凡被坏人用石头打死 这以色列这么坏蛋 打死他的时候呢 你就看到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 他看见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 使徒信的七章五十六 今天很多时候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基督升天之后 他跟我们还有关系吗 他好像就跟我们没关系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 那个大使命的应许当中 耶稣虽然升天之后 他跟我们并没有断绝来往 而且他的灵也与我们同在 对不对 而且他这样说 他说我常与我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直到世界末了 可见他虽然升天 但是今天我们常常喜欢用的句话 他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 实际上他们跟我们是在一起的 神天父圣子跟我们是在一起的 透过圣灵来与我们同在的 那么我想思考的就是说 耶稣基督 他在天的耶稣基督 他又有哪些方面的工作 跟我们今天是有关系的 跟有关系 我想从三个方面讲 第一 他升天为大祭司 如果按照律法记载 利维基记载 每年的犹太历的7月10日 那一日是赎罪日 那大祭司要特别献番祭 为百姓赎罪 所以他要去到 大祭司要去到至圣所 那他要献这个祭 但是每年献一次赎罪句 就是为有以色列全体百姓的罪而献的 但是耶稣升天 他完成了他的这个工作之后 他是作为全世界人类的大祭司 这是西班牙书十章世界可以看到的 并且呢 他一次的献上了一个永远的祭 如果说犹太人的赎罪 是他们的祭司所要做的 那么为全人类赎罪 就是基督耶稣我们的大祭司所做的 那么犹太人的大祭司 他是代替以色列百姓去赎罪 要献上祭物 比如牛啊羊啊什么东西 但是基督他却是以自己作为祭物 代人赎罪 如果以色列的百姓的这些赎罪的大祭司 他们还是人 但是呢基督却是以神的身份 神的儿子的身份 为人类献上赎罪 所以他的祭司 他的大祭司的职份 才是完美无缺的 然后呢 当他深入到天上的时候 他其实是进入了天上的自圣所 你知道以色列人的祭司 他是进入到圣殿的自圣所 所谓Holy of the Holiness 但是基督耶稣他升天 这是进入了天上的自圣所 所以我们所看到的 基督他一次献祭 就完成了所有的工作 祭司的职份就是什么 就是为百姓代求 耶稣基督升到天父的右边 也是在为我们代求 这就是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说 主啊你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祈求 你正在为我们祷告 他已经完成了地上的工作 他升天作为大祭司 升到天上的自圣所 在天父的边上为我们祈求 就是向天父祷告 为我们而祈求 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救赎 使这个赎罪的功效可以完成 保罗说什么 耶稣为中宝 提摩带前书两章五节所看到的 希伯来书八章第六节也让我们看到 他是更美之约的中宝 中宝的意思就是这个中间人 就是在上帝跟罪人之间 有了这个中间人 而这个中间人就是我们的大祭司 对不对 所以希伯来书让我们看到 他说称这些什么 蒙召的人可以得到永远所应许的产业 也就是说因着基督这个祭司 这个大祭司 这个进入自圣所里面 为百姓 为我们代求的大祭司 使我们这些蒙召的人 可以得到应许的永远的产业 这也是十字架救赎的功效 也是十字架救赎的功效 希伯来书十章十五到十六节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 这样说到 因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 来到施恩宝座前 为要得连续蒙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 这就是祭司的功用 基督升天成为我们的大祭司 第二个 基督升天也成为我们的大先知 凡做先知的意思就是说宣传上帝的旨意 把上帝的心意带给他的百姓 是代表神向人讲话 基督也是这样 希伯来书说 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 多次多方的小欲列主就在这末世 借着他儿子小欲我们 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 唯有什么 耶稣基督做先知 他是胜过旧约的先知的千万倍 因为什么旧约先知 他必须观察体会 等候聆听上帝的心意 并且之后才能够宣讲给百姓 他们的观察 或者是有片面的地方 或者是有角度的地方 有欠缺的地方 他们所用的方式 都是人能够有限的方式 但是耶稣不是 耶稣他是上帝他自己 他所说的就是上帝的话 所以他所说的话 才会完美的无误的 他不单在言语的方面代表上帝 他在行为的方面 他在生命的方面 他也表现出上帝的一切的荣美 所以保罗说 上帝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 都在他里面藏着 哥罗西书两章三节 所以耶稣在视为先知 他升天后 他拒绝他先知的职份 而且是由圣灵启示 并且指导教会 教导信徒 坏一种话来说 就是圣灵的工作 也就是耶稣先知的工作 耶稣也是利用人 来执行他先知的工作 比如说历代教会中的 先责先贤们 而且他们所在上帝面前所领受的启迪 写下的对上帝的领受的心意 成为我们历史历代信徒的帮助 这就是耶稣基督 他作为先知的这个职份 一个工作就是他升天为王 耶稣升天不仅仅是作为祭司 作为先知 他更是君王 就如麦基喜德一样 不过麦基喜德 他只是来到耶路撒冷做王而已 但是基督则是在万王之王 万主之后 自主中的那个君王 他是远超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权的 有能的 组织的 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今世的 连来世的也超过 一佛说书一章二十一节 他也叫天下 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基督的命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上帝 所以耶稣的权能 本来与上帝相同 天地万物都是靠着他所造成的 他升天之后 他仍然维持着宇宙 管理着万物 并且恢复了他创世以来 与上帝所共有的这个权能 所以他是什么 他是君王 他是君王 现在我们进入一个结论 就是使徒信君 他是承认 或者确认了 也宣告了基督升天 他不但证明这是一件历史上的事实 因为使徒的信经 透过使徒及后来的历史 不断地在reconform 不断地确认 基督的升天是一个历史事实 而且他也因此而告诉我们 他明确地反对 历史上的一些错误的思想 因为基督升天 他证明他是真的上帝 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些人 他只称耶稣是个伟人 是个道德家 那么他怎么能够升天呢 对不对 但他升天的事情 他证明了 他实在就是上帝 而且他已经回到了天庭 或者说回到了天家 所以我们崇拜上帝 我们也崇拜 耶稣基督 因为这个三一的上帝 中不可缺的那个 就是指上帝 耶稣基督 他升天后 与天父上帝 合而为一 好 那我们今天的查经的部分 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